很多人就讲中国消费的问题 一定要超作业 尤其是要超美国的作业 那么就是通过大水漫灌和天上掉馅饼 来解决我们目前消费低迷的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就会看到 一般的逆周期调整 也就是我们讲的消费不足 在我们的储蓄率这个趋势下 我们的消费出现了降低 那么导致总需求短期不足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张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对冲 但事实上由于结构性问题 体质性问题所带来的 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那么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么用短期的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不仅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可能会带来更为严峻的问题 那么这个严峻的问题 也就是过度刺激短期消费 有可能跨期紊乱 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按照超作业的方式来进行 也许我们未来的通货膨胀 可能就不是美国在去年面临的 百分之九点几的这样的一个通胀了 很可能是两位数 那么这可能会 治疗不了我们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反而引来更大的问题 消费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 那么到我们今年 我们的最终消费率是56% 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是80% 那么包括印度这样的一些国家 那么他们的消费率 印度和泰国 他们都是在66% 67%左右的这个水平 那么甚至我们的邻国越南 已经达到了74% 那么我们显然 我们56%这个消费率太低 那么这个太低 是不是我们不愿意短期消费 是不是我们通过次级的政策 就能够提升消费率啊 不能 这是很肯定的一个答案 因为这是一个中期结构 所决定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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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